这位小姑娘叫圆圆 在见到圆圆的那一瞬间 老马送上的是一个长达一分钟的拥抱 这个难忘的拥抱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们似乎就像是一对相识了很久的老朋友 是篮球 是北京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通过这个拥抱 马布里希望传达给圆圆的 是战胜并魔的力量和信心 我父亲送了一个信息在微博 当他送了这个信息给我们 他告诉我们的女儿 我们只是感觉到做什么这样的 因为她要求她爱了 她爱了湾和她爱了北京的狗狗 让她看着我们玩球 让她知道她想要认识到一个人 她是在电视频 然后她也有机会 去做这个 你知不知道 就像是在想起来的 圆圆的免疫力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在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之后 圆圆的身体产生了很强的排异反应 目前她只能在医院靠输液维持生命 虽然身患重病 但是圆圆依旧热爱生活 前几天圆圆亲手给马布里制作了礼物 除此之外 为了迎接心目中英雄的到来 她在今天还做了寿司给马布里 来看看 我们只是看看 很好吃 好吃吗 好吃 我 Convention 我会吃鸡丁 你喜欢鸡丁 好吗 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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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答应他吗 下次你给他做 我答应你 所以你也要答应 我上次会你要来 他答应你 他一定会来 他说来 拿手 我们可以感觉到 马布里在利用各种机会 给圆圆灌输生活的希望 对于小圆圆的各种要求 马布里也都一一满足 一一承诺 他在手上的手上的手上 他在手上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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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手上的手上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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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的肩膀比父亲更多 哦 没问题 我玩球 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打篮球 所以他会在这儿 你父亲有一个很强大的心脏 但是你的父亲有一个很强大的心脏 我们爱你更多的心脏 在这儿上的手上 我认为你更多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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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别之际 马布里答应小圆圆 还会再来医院看她 明年圆圆的生日 马布里也会和她一起庆祝 对于坚强的小圆圆来说 这是一个美梦成真的下午 而在这个下午有一份爱 深深的铭刻在了她的生命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